像WHO當然是不夠力 聯合國當然也都不夠力 他在之前其實是 他們要發揮功能的時候 他們應該出來講就是說 你有錢的國家 你去供應你國人需要 那當然沒話說 但你超額去買這東西 坦白講是不對的 衛福部長陳時中 節目上公開點名 聯合國WHO 全因為台灣買疫苗亮紅燈 其實1月27號疫情記者會 他被問到採購進度 就已經面有難色 回顧去年12月初 陳時中曾經說 希望3月開打疫苗 月底更直接宣布 已經透過COVAX疫苗訂購476萬劑 AZ疫苗1000萬劑 還有另一家洽談中的500萬劑疫苗 近2000劑3月可以到貨 接下來1月11號和25號 甚至透露已經簽了合約 幾天後卻出現大轉折 在疫苗我現在還是跟大家也報告 就是都要確定進口 我才會講 富國或大國去壟斷這疫苗 我覺得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有個國家 比如說他降的一個人口 他買了他四倍的量 那你剩下那些要幹什麼呢 雖然沒有名將是哪些國際大國 但面對民眾引頸期盼 陳時中壓力炸鍋 從訪問就能虧之一二 疫苗採購似乎生變 好來這個疫苗採購的問題 我先來請教一下敬平議員 因為看到這個指揮官上節目 他爆料說有一些大國超買 他們那一國人口的四倍之多 那你這樣子超買 那剩下的要做什麼嗎 要做什麼呢 別人是救命的 好買這麼多 難道沒打到的是要放到壞掉嗎 那現在WHO啊 聯合國這些國際機構 沒有辦法發揮這個制裁 或者是能來協調的效力嗎 之前WHO也有在批評說 這個有錢的國家復國啊 這個壟斷了很多的這個疫苗 那其實當時WHO 其實在陳時中 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之前他一個禮拜 就已經有發出這樣的呼聲 但是我覺得WHO好像也在擺爛 你只會嘴巴講一講 然後打嘴砲 然後跟全世界的國家講 你這些富有的國家 不管是這個美國中國 還是甚至以色列 還是哪個國家 都有這樣的一個 買了很多的這個疫苗 然後那個有錢人就把疫苗 控制在自己的國家當中 你導致很多的這個 可能疫情相對嚴重的國家 或者是比如說 他的經濟條件並不富裕 比如說第三世界 或者是中南美洲 或非洲一些國家 他疫情也很嚴重 你怎麼辦 人家也更需要疫苗 所以這個狀況 WHO不是沒有注意到 所以其實陳時中講出來的是 反而是在WHO 講一個禮拜之後 那問題是 世界衛生組織 這一個禮拜以來在幹嘛 你只是罵你罵 顯然你對各個國家沒有約束力 出一支出的而已 你一個世衛組織 你一個世衛組織的秘書長 然後你對於這些各個國家 世界衛生組織是涵蓋幾乎 聯合國三分之四分之三以上的成員國在裡面 你對這些國家沒有約束力 然後你又不能做一個這個縱橫卑合 然後做一個協調的這個角色 然後讓各個國家能夠互相的這個幫忙 甚至我就舉例啦 比如說我不知道他那個部長是講哪一個國家 那因為那個WHO也沒有說是哪一國 只說大國復國 那我就講以色列好了 以色列因為他是全世界最快 疫苗達到超過兩成以上的這個國家 以他們的人口來說 他們的這個人口每100個人的這個接種比例的話 大概是44.67% 算是很高了 將近45%了 然後他是大概前五名第一名 然後一直排排排排到後面 美國大概是排在第六 那中國大概也是也是排到前五名前三四名這樣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像他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為什麼可以那麼快就打到這個疫苗 據說他用三倍的價格 去跟他原來這個疫苗的這個藥廠 不管是這個輝瑞也好 或者是這個莫德納 或者是其他那個英國美國這些大藥廠 他用三倍的價格 那個人家出比如說100塊他就出300塊 然後而且他我自從外電媒體報告 看到的消息說 他願意提供他們全國900多萬人口的 這個所謂的姓名啊 姓名沒有 性別年齡 打了之後的一個副作用和臨床的狀況 那些數據900多萬人提供給這個 那個藥廠 哪一個藥廠不心動 當然你這位總理納坦雅胡他也很會做人 馬上就跟這些國家這個藥廠 比如說英國美國這些大藥廠 講好建立人脈關係 跟這些CEO建立人脈關係 當然他這個事情傳出之後 讓歐盟國家很火大 因為他們聽到說歐美的這個竟然有藥廠 收了以色列三倍的這個藥價 然後給他們這個要那個那個打疫苗 還有人民的一些資訊 所以歐盟國家有些就已經開始有聲音 就是說那以後如果是在我們歐盟 歐洲地區的一些國家的這個藥廠 包括德國在內 我們就要限制他們出出口 出口他們的這個疫苗 所以都會導致說有錢的國家 有錢有私的國家 彼此在那邊搶疫苗在那邊鬥志 那以色列可以這樣玩 所以他拿到兩千萬劑的疫苗 然後他可以施打率馬上就全球第一個 就超過百分之十四又百分之二十 他現在是全國施打率 全世界第一名 然後後來他除了兩千萬疫苗之外 他另外又再加訂了五百萬劑疫苗 總共至少兩千五百萬劑 但是他人口只有九百萬 所以也許人家覺得要打至少兩劑以上 所以要加倍的數量 這我不懂他們的官方 也不好去講什麼 但是我看到有些國家就像搶成這樣 那有些國家比如說像這個印度 像中國 他們就開始提供他們自己國家的疫苗 做一個疫苗外交 然後開始去把這個當成這樣 效力也不知道夠不夠啊 對把這個當成國力的延伸一樣 這樣子 我這樣覺得會啼笑皆非 看到一種世界上已經大家那麼緊急了 你要做疫苗外交 你也好 或者你要去大國有錢的國家去搶疫苗 但是想一想 有些國家真的是分配不均 比如說台灣我們防疫 全球都認為覺得很棒 表現得不錯 那難道我們表現得很棒是我們的原罪 我們該死嗎 所以疫苗就不給我們嗎 那不能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對 那世衛組織和聯合國 他們上面有COVEX的平台 我甚至會懷疑 我自己個人會懷疑 我覺得COVEX搞不好會不會不公平 會不會受到大國的左右跟保持 會不會有私心這樣 會不會有私心 然後會不會因為受到國際間的壓力 這個美國多給一點 中國多給一點 或哪一個國家多給一點 我們台灣也雖然沒有像你們疫情那麼嚴重 我們也要啊 不能說我們的確診力沒有像歐美和其他那麼高 然後還有那個這個我們的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病故的人數死亡率也沒那麼高 我們就好像等你明年後年 那我們不是 我不客氣的講 如果我們出事誰來救我們 當然是靠我們自己救我們嘛 所以我才會說 今天為什麼昨天前天看到那個 德國的經濟部長跟我們經濟部 跟我們的這個政府拜託要晶片 除了他們汽車用晶片不夠 日本也要 美國也要 對 我才會覺得 我蠻贊同幾一些 包括現在已經有一些意見領袖 包括一些政治人 或甚至一些官員 還有包括副陳時中都說樂觀其成 你要晶片拿疫苗來換 我們條件交換 我覺得雖然人家說疫苗是疫苗 晶片是晶片市場 但是國際間也有很多拿 比如說拿武器拿什麼去交換 做一個這個以物一物的交換 可以做得到 我覺得你要跟我們要東西 我也要我們要的需求的東西 可以做一個這個談判桌 做一個協商 所以當經濟部長網美化 有證實說有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支持政府 拿這個去跟這些德國啊 這些國家 我們比如說我們跟美國 日本關係本來就不錯 他們要我們晶片幫忙 我們當然可以 很特別的 阿薩利啊 這個沙菲斯要幫忙 但是也要跟他們講 我們有疫苗的需求 那德國呢 之前因為BNT的討論的事情 有點那個觸焦了 所以我才這方面 跟德國要好好的談清楚 要不然我覺得德國的上面 那個不管是總理 或是這個要跟我們要的 這個部長都蠻親中的 那你之前有什麼事情 就看人家臉色 現在經濟不夠就來找我們 那請你拿疫苗過來給我們 來剛才喔 近平議員有講到 WHO到底是不是在擺爛啦 來若芳怎麼看 居然有這種很好的國家 直接出三倍錢 要來搜刮這些疫苗 所以現在導致 我們很有可能搶不到耶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先說回到 因為很多的媒體的標題是說 呃陳時中部長講 現在購買可能出現困難 那但是呢整個的狀況 其實你還原一下 部長其實是在講說 我說太多的話 會在購買上出現困難 不是說台灣現在在面對 購買疫苗的時候出現困難 他是說說太多會面臨到困難 那我們就要回顧頭來為什麼會有困難 如果我們今天講太多 有些人就說沒有公開沒有透明 像之前就說第三家到底是哪一家 為什麼一直不公開 這為什麼這就是台灣一直在 因為有一個惡鄰居 我們一直面對這惡鄰居的時候 不管只要是台灣跟國際上的結果 我們這邊討論非常多 你只要是像跟國際有外交的關係 或者是要簽訂什麼樣的協議的時候 即便是MOU或者是一些貿易的一些關係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像鴨子滑水一樣 要默默的先進行 然後等到真的時機成熟 確定了在最後那一秒公開 包含說美國他們的 譬如說阿札要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出訪前幾天才出現 說阿札要來 那你覺得這是在前幾天決定說阿札要來 這樣就決定嗎 當然不是是前面有前置作業 所以這就是台灣真的面臨到就是 為什麼我們很多的事情 他是面對是不能說太多 那就是為什麼要有一些機密 包含疫苗包含國防 他都必須要有機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個二鄰居 當他知道說我們跟哪些國家接觸 我們已經要去買疫苗了 我們要去買國防機密上面 相關的最關鍵的零件的時候 他就會刻意的去阻撓 包含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有一些我們在國外的同鄉會想要 或者是我們的住國外的一些代表 去飯店想辦一個我們的國慶日 結果中國知道了馬上出現什麼事情 要求這家飯店不能接我們的單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多都必須要有機密 要有秘密進行 好那所以回到這個疫苗這部分 部長是在講說講太多不要為難台灣 講太多我們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困難到底是誰 大家應該心裡都有個底啦 那我覺得回過頭來再來就是講說 台灣疫苗很多國家他去囤貨或是幹嘛 我覺得回過頭來應該是講說 台灣現在目前為止有這麼急需的 要去注射這樣子的一個疫苗嗎 當然台灣防疫做得好不是原罪 可是你看像現在大家都在處理到第二期 研發的第二期就趕快開始打 那台灣目前為止我們的邊境 包含我們所有的防疫 我們的控管其實都做得非常完整 疫苗上面出現了有本土案例 但是我們疫苗可以非常清楚 知道流程狀況人數管控範圍在哪裡 把它控制起來 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目前做的所有的防疫 所以你說台灣現在目前有沒有社區 目前為止沒有所謂的社區感染 所以你看跟國外相比 為什麼他們要大規模的現在即便到第二期 甚至準備要到第三期的研發的時候就趕快打 是因為第一個他們可能不想戴口罩 不喜歡不是不想不喜歡戴口罩 第二個他們已經大規模的社區感染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控制這樣的疫情 所以我先打 在台灣目前為止在還可控的情況之下 那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現在還可以先自保 然後第二個當然就是其實那個指揮中心有講過 如果我們在邊看其他國家在注射疫苗的時候 會不會有相關的副作用 為什麼以色列要提供900萬的名單給這個藥廠 去做觀察他們後續打疫苗之後的狀況 就是因為這個還在做人體實驗的情況之下 他還沒到最成熟的一個品質的階段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說哪一些廠商 他後續這個疫苗研發出來之後打下去 是不是會有一些副作用 是不是會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狀況 我們先觀察一陣子 對要先觀察 那他們還會再去做一個修正 那修正出來之後 他最後再出來的一批是什麼 他應該是成熟穩定的一個疫苗狀況 所以這對於台灣來講 我當我們邊境現在目前都是咳嗽 在還沒有這麼急迫最優先需要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我們可以得到後面 可能就是更好的一個品質 不是把台灣人民的身體 拿來當作一個白老鼠做試驗 那更何況中國的疫苗是全世界 大家不是台灣說 是全世界連巴西他們跟巴西 中國跟巴西這麼好 連巴西都不願意土耳其都直接棄用 說我不用我不要 我們土耳其不是白老鼠 你送我也不要 連中國自己像他們最近登記說 上海浙江這些 說要去登記要不要去打 免費讓你打他們都說我不要 習近平先打了再說 習近平自己他們中國五十九歲以上都不打了 所以我覺得不要說今天你說全世界疫苗 我覺得應該是先把整個公衛防疫 其實是科學的證據 你把這些科學狀況拉出來看 台灣目前的狀況跟其他國家拉出來的狀況 再加上世界各國大家都在研發疫苗 台灣自己也有在研發疫苗 我們都到第二期 然後甚至我們的高端跟美國都有簽 簽署疫苗的一個研究合作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在這現階段 我覺得對台灣的 對台灣的不管是我們的科技 生科生化科技 或者是我們的疫苗要有信心之外 對於防疫當然是要更有信心 那當然剛剛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尤其在春節的時候 大家可能是包覆性的想要出國 因為沒有辦法出國大家去玩 但是拜託一定要做好我們的防疫的一個準備 也做好防疫的一個口罩啊 酒精啊 戴著就是保護你我 也保護所有的醫療人員 來入放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 在這段時間 在還沒有買到疫苗這段時間 大家真的燒安物燥啦 不過現在呢其實有蠻多人建議說 台灣是不是可以開條件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車用晶片告急啊 你拿晶片喔你拿疫苗來跟我們換晶片 這一招到底管不管用呢 我們稍後回來一起來討論 小小一片晶片卻是汽車產業關鍵心臟 如今全球掀起車用晶片荒 紛紛尋求台灣供應鏈究極 眼看面臨斷鏈危機 經濟部長王美花和國發會主委 郭明星緊急召集國內四大晶片廠商開午餐會 今天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看起來是比較長期一點的需求 在這裡就是突顯台灣的半導體的產業 在這個商品上 它拜年的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角色 出席協調會的有利基電董事長黃崇仁 聯電總經理簡山傑和台積電世界先進副總代表參加 業者一致點頭願意配合幾出產能 提出三大解方包含產線優化 將現有近百分之百的產能提高到百分之一百零三 同時優先支援車用晶片需求 並且協調其他客戶暫時簡單或是遞延需求 來因應車用晶片產能 目前向台灣提出請求的國家還卷不少 確實都有透過外交管道來表達相關的關切 當然也是希望台灣政府能夠盡量來協助 車子的製造商最重要就是美國歐盟跟日本 所以就是這三個都有來表達 汽車製造大國紛紛提出要求 因此台積院學者建議可以用晶片換疫苗 讓國內防疫更添助力 不過經濟部長王美花卻有不同看法 不同層面的問題王美花不願回應 因為目前的產能緊繃 加上現有客戶都有簽約 短期想立刻滿足車用晶片需求有難度 如何提高產能才是經濟部關心的重點 我們看到現在全世界有車用晶片都告急 所以包括了德國 美國 日本 都是非常緊急來向我們台灣來求助 能不能幫幫他們 所以舒培議員剛才有提到 就有專家建議是不是可以呢 我們給他們晶片 那我們是不是交換疫苗回來 最新的這個王美花部長的回應說 已經跟德國表達 希望他們在可行的範圍之內 協助台灣取得疫苗 你覺得這一招樂觀嗎 因為現在全世界大家都在傳疫苗 而且這些強大的國家 他們的疫情都比台灣還要嚴重 還要嚴重很多倍 所以當他們自己沒有打的時候 你說他們能不能幫我們 當然我們可以拿來跟大家用商量的方式 就像現在世界各國跟台灣求救說 他們要車用晶片一樣 我們當然也可以 我們也是伸出援手 所以這代表台灣的這個產業其實是非常強的 這件事情其實讓台灣人應該更對自己有信心 就是說你看全世界 德國這樣子的工業強國 他這樣在車用晶片上面 也要回過頭來請台灣幫忙 要拜託我們 是台灣的這個晶片廠還要挪出產線 來幫他們才能解決他們的這個車子製造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證實了台灣的產業 真的是非常強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大家提到就是說 我跟你講說我給你一定的晶片 我可以先給其他的廠 但我不要先給其他的廠 我先給你德國 我先給你其他國家跟你換疫苗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能不能辦得到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他畢竟就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需求 完全兩個不一樣的產業 如果可以當對方有 就像阿中部長講的 如果你已經買到是你國家的四倍的量 那就有一點太誇張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疫苗是有使用期限的 疫苗不是買來之後 可以給你五年六年 有一些只有六個月 甚至只有像我們現在的流感疫苗 大概都只有一年 而且病毒會變啊 是 所以你囤那麼多貨 到底用意在哪裡 而且當全世界都還在大流行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些強國 居然買了是自己國家四倍人口的疫苗數 所以我覺得阿中部長講了這一件事情 WHO應該要去關注 而且我覺得這也是WHO應該扮演世界公衛組織最重要 就是說當有錢的人 他可以買很多的貨來囤貨的時候 沒有錢搶不到的人就沒有辦法 這就很像剛開始疫情的 開始的時候的口罩問題是一樣 會有錢的 你看像中國那時候 就去把日本的口罩全部搶光 是一樣的道理喔 所以我覺得WHO自己應該好好想辦法 就是說你身為一個公衛組織 為什麼會到現在變成你連那種疫苗應該要出面來做分配 人家完全不信你 為什麼 因為你從疫情一剛開始 你講的話已經失去你的公信力了 所以你現在要出來做疫苗來分配的時候 誰理你啊 對啊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偏心 又幫中國講話等等的喔 所以才會導致就是說 現在有很多的國家像中國 他現在就趁著這個機會 他都在肉方講了很多 中國疫苗先進國家都敢用 結果他現在賣去哪裡 賣去非洲 賣去比較落後的地方 拿去多做這個疫苗外交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剛剛看的一個新聞超好笑的 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買了很多他們的疫苗 結果他自己在國家的臨床實驗 用了三萬一千劑啊 結果他提供捐給東非的一個島國 叫阿塞希爾捐了五萬劑 這不是很妙嗎 自己國家用中國疫苗 用三萬一千劑在臨床 結果他捐給東非的島國捐了五萬劑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到底有沒有一些道德性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去觀察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回到剛剛這個經濟部 歐美華王部長 他現在確實接到一個還蠻大的一個挑戰 任務 不過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的話 真的是可以啦 真的大家樂觀持久 起碼我們可以就是說 你們國家其實已經有超量了 對 不然你這個計量就給我們 半一塊過來嘛 是是是 然後台灣如果更健康 我們幫你們生產的產能 就更多互相幫忙嘛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過這個 在疫苗的部分 我覺得就像剛剛 昨天阿中部長在接受訪問一樣 對 台灣購買疫苗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我們只要消息一出 中國就會給大家壓力 阻斷我們買疫苗的路 所以現在疫苗 大家都在猜測啊 你買一家買兩家買三家 什麼時候有量 什麼時候要打 這些東西 我們都有掌控 但時機成熟 就會跟國人同胞來報告 但不要一直用這樣子的方 不用不需要一直去猜測 我們是不是遇到困難 我們絕對有困難 但我們努力的在克服 我們努力克服的方式 就是台灣本身 就是一個有機優 包含我們在公衛上面 我們的防疫有成效 包含我們是一個 可靠的國際夥伴 所以對讓台灣的防疫更好 對全世界也會更好 雖然取得困難 但我們有實際的成效 但這些成效真的 礙於國際的這個現實 沒有辦法跟大家報告 那請大家就是 再稍等一下 大家多體諒 對 但不要再一直叫我們去用 所謂的中國疫苗 這也不行 真的 這中國疫苗 就怎麼部長說的 疫苗這東西是非常非常 要非常小心 是是是 但中國現在所有的臨床 實驗的數據 是沒有公開給大家知道的 那打下去都是打的 我們自己的辛苦 我們不要跟自己的這個生命 跟健康開玩笑 沒有錯 不過剛才講到像是德國 美國日本總理這些都是世界非常先進的強國 只有他們現在他們國家的燃眉之極 就是車用晶片不夠啊 所以現在趕快來拜託我們台灣 那我們在這個時機點提出這個用晶片來換疫苗 這樣的要求應該不過分吧 用晶片換疫苗 這個要求我覺得回到政府 這國與國之間的這個談判的過程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 那當然現在看到說 比如說這個疫苗的買不到的問題 或者是說買到 買到的方式很困難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突顯出 比如說WHO或像聯合國這樣的組織 大型的組織裡面 他其實就是大國博弈的結果 大國博弈結果就是說 看到像聯合國或者WHO 他們的這個國際組織失職或失能的問題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他長期以來一直存在這些問題 只是說像台灣 我們也不是WHO的會員 不是這個聯合國會員國 所以當然我們在取得疫苗 不是不能取得 那當中我們需要花比別的國家 更多努力的方式來取得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對我們現在政府還是很有信心 既然我們這個抗疫有成 我就不相信說我們連拿到疫苗都不太可能 那這個我覺得必須要給政府多一點耐心 多一點時間讓他去取得 再來第二個講到這個晶片要換疫苗的事情 我覺得要回歸到就產業面 產業面就是說為什麼像德國 他們這個車用晶片的需求量會這麼大 因為你知道歐盟國家德國也是歐盟國家之一 歐盟國家因為其實203他們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說2030年我全歐盟我要三千萬輛的電動車 然後有很多國家就已經設定所謂禁售燃油車 也就是油車不能在路上開了 那所以這個產量需求很大增 包含說去去年當然2020年因為這武漢肺炎的關係 影響到了車輛的供給 但即便在去年 這個全球的汽車銷售量也超過七千七百萬輛 那而以今年來講說所有的車商都預估 今年的這2021的汽車銷售量 應該會上打上看八千四百萬輛 也就是說會增加 那這個就是說你這個比如說歐盟的這個禁售油車 不是到2030年我才沒有油車跑 是從現在開始就要努力開始去汰換了 所以每一年都有八千多 假設八千萬輛的汽車要上路的話 那這個現在目前因為所有的車子 因為電動化的需求或智慧化的需求 晶片就會顯得特別重要 可是晶片的這個設計能力 還有生產的能力 技術都掌握在誰的手中 掌握在台灣的高科技大廠的手中 所以才會說不只是台積電 聯電 世界先進等 這些我們台灣的高科技場就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 他們都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那這個東西就成為台灣有這個足夠的 所謂的政治資本可以去跟其他國家去談 談判去博弈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籌碼 那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其實很多人都看台灣 台灣面積上是小國沒有錯 可是不管是經濟上的實力 政治上我們的民主制度 還有包含軍事上 我們其實都是大國了 那台灣這樣做一個大國 我們現在你看到德國要來跟我們 求我們賣 他是拜託我們來賣他們 也就是說其實過去我們都會對台灣 比較沒有 國人會對台灣比較沒有那麼多信心 對 沒錯 剛剛當然有小國嘛 可是小國小民 但我們常常講我們是好國好民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經濟實力 政治實力 政治軍事沒有信心 而是說我們現在有足夠能力 那當然是不是要用這個晶片來換疫苗 因為確實是兩種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產業之間在交換 政府他在經濟面的需求他要評估 甚至我認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國安面的需求也要評估 因為晶片他就是技術面的東西 對 沒錯 因為現在德國雖然經濟部長 德國經濟部長提出這個需求 可是你知道嗎 德國外交部長馬上就回馬槍 他說但我們其實還是 我們目前德國還是在 因為一中的政策原則 所以我們還是只有支持這個 所謂一中政策 所以我覺得馬上都對台灣 好像是我們好像真心患覺情的感覺 所以現在歐盟跟中國 他們有前陣子剛通過這個歐盟中國投資協議 已經有非常多的在歐盟國家的專家學者 就提出了反彈 因為他們歐盟跟中國通過這個投資協議以後 他會加快加快歐洲的資金的外流 然後歐洲對中國的依賴度又加深了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拿這個晶片過去 就是晶片換疫苗 假設是真的有 可是這個晶片背後的這些技術等等 很難很難保說 因為現在很多德國大廠跟中國有更多的合作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國安面的評估上面 我相信政府還會做多很多重的評估 沒有錯 其實講到這個疫苗的採購 阿中部長也不只一次在指揮中心來說 真的他沒有辦法講太多了 大家也知道其實這個各種的原因 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們的拍猝臂在阻撓呢 這個答應可能都心知肚明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來看到的是中國最近真的是越來越囂張 這兩天還通過了一個叫做海警法的 這個海警法是授權可以動武的 那這個法律也惹惱了他們的鄰居 也就是現在菲律賓跟日本都在抗議了 我們稍後馬上回來 中華民國空軍廣播 位於臺灣西南空域高度7500公尺的中共軍機 呼籲您已進入我ADIZ影響我非常安全 立即回轉脫離 中國解放軍機又來擾台 而且還是一天兩次 週四上午先派遷時運8等飛機 現中國西南空域晚間同區域又出現 兩架千十戰機 行程一日兩老台的情況 這也是繼去年10月後的第二次 中國軍事動作頻頻日前人大通過海警法 主張外國船破進入中國管轄海域 若不符指令授權中國海警可視情況動武 引起日本菲律賓等國抗議 徐德認為這對區域穩定 投下不可控因素 他強調還是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所以中國的這些軍事跟海上的這些警察力量 都屬於是比較像是黨軍的部分 那就帶來不可控的風險 也就是說他沒有正式的一個國會的監督 武力的使用是隨著中國共產黨 最高領導人的意志去施行 所以在武力的使用上的震盪性就有問題了 菲律賓外長講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口頭的宣戰了 中國加速對外擴張 美國也持續圍堵中國政策 不過拜登政府日前宣布暫停部分對外軍售案 包括阿聯的50架F35戰機 外界安心臺灣會不會受影響 外交部強調臺美軍售管道一切正常 他們暫停出口相關的武器給若干的國家 但是台灣不在這些國家名單當中 所以我們其實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那外交部到現在我們並沒有收到美方 說會這個改變相關的這個軍售的這個通知 新的國務卿就是布林肯 他也向國會參院在提名的時候說 他會依照台灣保證法的規定 來對於加強台灣的防衛 還有就是所謂把美台的那個交往的限制 給進行修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是不會受到影響了 面對中國霸權 台灣除了仰賴美國軍售支持 國軍也必須繃緊神經 應付任何可能的狀況發生 我們看到中國這兩天 在強推海警法 海警法到底裡面有什麼內容呢 他是允許中國的海警 在他們自己認定的中國海域裡面 可以動用武力來處理外國船隻 昆成議員這個權力非常大 而且如果一不小心 很有可能還會爆發這個世界大戰 這個中國海域也不是說中國講的算 所以說中國海域 就他目前制立這個海警法的範圍 那提出兩個抗議的國家 就是日本跟菲律賓 因為在日本的話 可能在釣魚台的海域 就會跟中國有衝突 那就菲律賓來講的話 就在南海的海域 會跟中國會有衝突 那所以說中國現在片面的說 這個是屬於中國所管轄的海域 那如果說船隻侵越到海域 然後從事一些 他們認為是非法的生產活動的話 那就是他們授予這個海警法 是可以使用武力的 那當然就造成了這一個 日本跟菲律賓的這個不滿抗議 像菲律賓外長他也講得很嚴重 這對菲律賓來講 是一個口頭的戰爭的威脅 就是說你授予你們這個海警 這麼大的權力 就等於是變成第二支海軍 那現在海警 中國的海警部隊 他是隸屬於這個中國的武警 那武警部隊是 這個是受命於這個中國的軍委會 那中國軍委會的主席就是習近平 那所以說 這等於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面的軍委會 武警下面的海警 那等於是受命於這個習近平 那等於說習近平如果今天想要發動戰爭的話 他其實不一定要透過海軍這個系統 他可以透過海警部隊的這個系統 而且海警部隊這個系統 他所講的說這個到底所管轄的 中國的這個海域到底有多大 這本來就是有很多的爭議 那所以說像在南海的部分 那在美國跟菲律賓還有跟印度 那其實在新的這個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不管是他們的國家安全顧問 或是國務卿 國防部長等等 都已經對於這個南海印太這部分 其實都已經聲明了他們的態度 就是跟過去的川普政府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那像這個在日本這方面 那其實像拜登 他本身也跟他們的日本的首相建議員 也都有通過電話 然後他們的這一個國務卿 也跟這個日本的外相有通過電話 那所以說就這個日本已經釣魚台這部分 列入這個美日的安保條約 這部分也是在確定的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中國要片面的去改變這一個現狀 就認為說他有權針對日本的船隻 就是如果進入中國自己認為的這個海域的範圍裡面 在這個釣魚台這個範圍裡面 或是說在南海這部分 因為南海這部分 這個國務卿 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說他絕對不同意中國 中國尊索這一個在南海的這個所謂的疆域 其他南海的國家 像菲律賓等等其他國家也都不會同意 那所以說其實是現在是中國他要去挑戰 現有的一個現狀 那當然美國他可能趁現在是美國 拜登剛上談沒多久 對於日本或是對於這個南海的這個策略 好像是不是模糊還是不確定 他利用這個方式來看看說 美國政府態度是怎麼樣 可是美國政府態度他就是很清楚 在於美國跟日本的美日安保條約 然後在於南海跟這些南海的國家 跟印度的這個印太的 這一個聯合的一個戰略裡面 是完全是沒有改變的 那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部分的話 是討不了好處的 只會造成區域上面更緊張 那就變成說這個中國到處去 改變這個環境 改變這個現狀 不僅是他們的軍機 這個美日侵擾臺灣 然後飛到這個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然後甚至除了這個運輸機之外 現在連戰鬥機來的次數也越來越多了 那還有說是一天來兩次等等 那所以說對於台海的現狀 試圖去做改變 那除了台海現狀之外 剛才說講的在這個釣魚台 在南海也都試圖要做改變 那這只是會讓美國的現有的 剛才講過那一些像 除了拜登這個總統以下的國家安全顧問 國務卿 國防部長 甚至現在連這個 駐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Greenfield 然後現在在這個參議院 在作證的時候 他是講說我們必須要支持臺灣 對抗中國 就是中國不斷地拋出這一些 不管是修改這個海經法 或者是說試圖用這個武力 這個用軍機 軍艦來改變臺灣海峽 南海 日本海的一些現有的現狀之外 其實都已經讓拜登政府很明確的 在第一時間就講出來就是說 我們是支持在這個地區 要做這個區域的穩定跟和平 那也警告中國不要試圖 再利用好像是這個政權交接 沒多久的這個空方旗 然後試圖要這個改變現狀 那其實我認為拜登政府 他們在雖然是交接的過程當中 跟川普之間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不是很順利 可是他們的整個外交的政策 是很穩定的 也不會說這個在交接期 就好像有一點點變動 沒有 他們很穩定 你從他們所有的這些提名人 重要的外交的策略的提名人 在參議院作證的這個政策 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的外交政策 是非常的這個明確的 而且不像是以前川普 就是說自己美國 就是直接對抗這個中國 他會聯合其他的 對 他是多邊的 對 多邊的一些 外國友邦的勢力 一起來這個圍堵中國 我想這個中國 在這方面應該是 占不了便宜的 來 中國強推這個海警法 是不是呢 再向全世界來挑釁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討論 剛才我們談到中國強推這個海警法 海警法呢 除了授權中國海警 在這個中國的海域動用武力 去處理他們認為 不聽話的外國船隻之外 他現在還說 你授權可以在船上載飛機 而且還可以使用這個機載的武器 另外呢還可以對中國管轄海域裡面的船隻 來登船檢查 我先請教一下弱方 中國真的自以為自己是天朝嗎 可以這樣子嗎 那我們的陸委會說 這完完全全就是凸顯 中共對外擴張的企圖 已經不斷在升高了 完全不遮掩了 我覺得應該先來講一下 全世界自從疫情過後 對於中國的看法 因為包含美國 因為很多人都說 台灣民進黨壓錯保 然後之前川普 現在拜登 拜登就比較輕忠 錯 拜登的團隊 對於中國這樣子擴張的行為 以及侵略性 他們都感受到 中國對他們的影響跟威脅 所以他們在每一個 包含國防部長提名 就準國防部長了嘛 奧斯汀已經上任了 他就有講到說 他們了解到 中國對於美國的威脅 那他們會繼續對於中國 會持續的觀察 其實路線都是跟 那個川普是一樣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說 因為台美之間的關係 再加上其實已經不只是 台美了是 台灣 美國 中國 包含印太地區 你都要把他整個列入 包含南海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包含你說 國防部長或者他們是 什麼國家安全顧問這些 這樣子一線所有上面的官員 都了解 甚至也有講說 台灣的安全 他們會有保證 會有去協助 甚至去協防台灣 去保護自己的國家 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這都是因為了解到說 中國對於台灣 對於全世界的侵略 要不然美國他怎麼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要來處理到 這個我們台灣的第二島鏈 因為當台灣這個破口出現的時候 接下來就直接是太平洋 中國出去之後 太平洋再過去是哪 就是美國 其他的這些威脅 其實是從一路這樣看來 所以像中國的這樣子 你說海警法 是他的擴張 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大家還記不記得 香港的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對於全世界 那時候大概也跳腳了 因為他說如果覺得你對於 中國有一些威脅的時候 只要你是踏上中國的領土 不管是香港澳門或哪裡 只要是他們屬於他們自己領土的範圍 中國就可以用國安法把你抓起來 那時候全世界就跳腳說 我只是轉機如果進入到香港 轉機如果到了澳門 我就可能被抓起來 而且他香港對於中國來講 他不是法治 他叫人治 所以剛剛我們也在講說 這個海警法啦 香港國安法啦 是誰講的算 習近平講的算 所以習近平只要說 我覺得你有嫌疑 我就把你抓起來 我覺得你跨入了我的領域 我就把你抓起來 好那他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他是在做什麼 他在做一個既定事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海界 他們國家的海防的界限到底在哪裡 這變成是他說的算耶 對 海峽中線有沒有這條 他之前也講說沒有這一條了 如果他對他說 他在跨越了海峽中線 他就對這個其他國家的船隻 或是航母覺得說 你已經跨越了我的領土了 來到我的領土了 我有權把你抓起來 所以他在做一個既定事實的一個狀況 如果當他這個我認定你在台灣的領土範圍 已經侵略到中國的領土了喔 我就可以把你抓起來 久而久之 他就叫既定事實 那在既定事實之後 國際如果未來有在處理國際法庭上面 台灣的一個領土 或是跟中國之間的一個界限之上 我們走到國際法庭 他就會變成一個既定事實 我覺得這就是未來 他在為很多的既定事實 來做一個鋪路 所以我覺得全世界為什麼 在這麼注意這一件事情 包含他的海警法 包含他一直在自我認定航空 國家領空的範圍 海域的這個範圍 所以這都是大家非常 非常去注重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回過頭來 你看到中國 他不管是海警法或是國安法 其實他不是只有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他是包含到澳洲 包含到菲律賓 包含到印度 包含到新加坡 所以之前會有一個大軍演的時候 這對的是誰 其實就是對的是中國 中國其實在這一個印太地區的一個安危 他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他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就是 前之前日前 應該就26號的時候 之前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 他曾經在世界經濟論壇上面 曾經有講過一個詞 蕭美琴大使也曾經回敬他一次 就是講說反對是牆凌落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要提醒那個習近平 因為他就是強國 沒有錯啊中國是個強國 你一直用你的武力 你一直用你的經濟 在欺負周邊所有印太地區的國家的 其他鄰居 不管是印度 你對於印度來好 對於新加坡 對於越南來好 你都一直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欺負你周邊的一個 騷擾周邊這些國家 我覺得全世界大家現在 以民主為潮流 以民主為共同的目標 以自由為共同目標這些國家 大家是會聯合起來 一起守護我們真的覺得很重要的民主 很重要的自由 所以不要覺得說美國好像換了一個政府 就好像跟中國就 好像跟台灣就斷了聯繫一樣 但是你從種種的這些跡象看過來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美國現在的路線很清楚 他也很清楚知道中國的定位 對於美國的威脅到底在哪邊 那台灣是他們非常可信賴的一個夥伴 到底我們的位置在哪 我覺得其實從川普到拜登 到他線上所有的官員 重要的官員都已經非常清楚的講明白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不缺的真的就是口水 我覺得大家要對外應該是要一致的團結 來接著我要請教宗理 中國除了推這個海警法之外 我們接下來來看到下一張 中國最近又嗆聲什麼呢 他嗆聲說這個台獨分子玩火者必自焚 台獨就意味著戰爭 來中國講這一句話 宗理怎麼看 中國就是向來都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可是我覺得台灣就走到我們自己的路上 民主的這條道路上 那跟世界的民主國家站在一起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目前中國的態度包含剛剛講那個海警法 這件事情也是 而中國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中國所謂和平崛起 他就是個謊言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認為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到說他透過各式各樣的 比如說海警法來說 他一樣他是透過他國內的 用一個國內法 法治化的方式 提供了他未來可能進行軍事侵略 可能提供一個法律上的一個基礎 包含了過去在台灣 過去他也是針對台灣這個反分裂法 那包含像去年的這個港版的國安法等等 都提供了這樣的所謂未來可能的軍事侵略 提供他一個法源的基礎 所以他未來這個包含像是海警法這些等等 這些相關的法律 他都可以提供所謂的發動戰爭的條件 使用武器的條件等等 也就是簡單來講 開第一槍的條件是什麼 未來開第一槍的基礎標準 我現在透過這個法給你設立 他自己訂標準 所以當然這個對 我覺得我們要看的 看待這些事情 就是說中國的所謂和平覺醒是一個假象 然後中國和平覺醒這個假象 我們應該回到說 他是對於全球 都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危機 很大的一個風險 因為不只是對台灣 包含對於整個亞太地區 你看說在東海 對於日本包含這個釣魚台的這個海域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危機 風險 那另外當然對南海部分也是 南海包含菲律賓越南等等 這些國家本來跟中國 就有在南海上 有非常多的這個衝突的可能性 也因為這樣子 如果通過了這樣子一個海警法 這樣的衝突性未來會升高 可是這樣未來衝突性升高的時候 對於全世界來講都不是好事情 也對台灣來講更不是好事 因為台灣其實就假 台灣作為一個低島鏈的一個中心 對 那我們又夾雜在這個東海南海領域等等 其實我們都不管是往北走 往南走 是 都會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台灣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台灣扮演重要的角色 就未來顯示出說 不管中共他未來又通過怎麼樣 陸續續相關的法 台灣我們一定要有所謂的自己保障 保衛自己的能力 這個能力一定要建立起來 而不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是哪個大國的棋子 不是 台灣只要有建構自己 足夠的防衛能力 我想不管中共他用什麼樣的 一個什麼海警法也好 反分裂法等等的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這個 國家安全 國土保障 就可以做得很好 沒有錯 在面對中國 當然台灣還是要團結一致 不過看到中國現在這樣 拜登上任才不到一周 中國現在這樣是不是在測試 這個拜登他的態度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拜登的國務